想要成为赢家 一定要走在前头 锁定股市Q女王 跟着美姐一同迎向未来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股市Q女王的影音节目 我是Q女王美姐 那么既然台股呢再度的震荡 究竟后续的行情要怎么样去观察 那今天要关注到哪些盘面上的重点 还有操作上你要如何去警惕 那你要留意什么 那哪些需要去避开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买股票 你蠢蠢欲动啊 但是你却不知道投资标的 跟着美姐准没有错 跟着美姐准没有错 至少美姐永远都是站在你的立场上 带你领先布局 让你可以掌握先级 那么今天呢 很高兴 也不是说很高兴 也是蛮不舍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重大的事情 什么叫重大的事情呢 关于美姐的重训 就是美姐的频道呢 即将准备要转换 美姐频道即将准备转换 那这段期间 感谢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的支持 美姐在这边特别的公开 美姐的频道在4月份起 即将要转换 那么如果你还是想要追踪美姐 想要领先跟上美姐脚步的朋友 赶紧先吧 YouTube定起来 美姐的专属频道 Q女王流良梅 YouTube频道 专属的这个YouTube频道 Q女王流良梅 先订阅起来 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可以时时刻刻的 锁定美姐的动态 那关于新频道呢 你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咨询 那拨打新频道的时段啊 或是在哪一台啊 你想要找到美姐的话呢 你都可以打电话 0225 423 555进来 那来去询问说 美姐未来的新频道 那所以呢感谢全国美粉们的支持 感谢全国美粉们的支持哦 那回过头来 今天的盘事呢 又是震荡啊 那所以呢 我也我知道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想买股票 你也不知道怎么买 那你一定要锁定美姐的新节目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锁定台股的获利行情 Q女王流良梅 Q女王流良梅的YouTube频道 就在这边 订阅这里 记得订阅起来 花一点点时间教学给大家 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走更长远的路啊 那今天Primer上有什么焦点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 今天大家看到我的标题 你一定会觉得 诶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叫卖喷 什么叫卖喷 VSJ高 那我会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把节目看到完 一定要把节目看到完 首先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 旁边上题材呢 是持续的在轮动 那有些个股 它后续依然是看好的 其实我在过去 我都有跟大家 在我个人频道里面 都有跟大家讲的 所以你订阅美姐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都可以看到美姐 所有的 不管是在媒体上面的影片 或是美姐的自知节目 都在里面 所以你订阅起来 美姐都告诉你未来的方向 所以美姐呢 永远都是领先的 预告在前面 事后才来跟大家验证 第二个 卖喷VS追价 那究竟哪个队 这是市场上很多人议论纷纷的一个问题 许多财经专家 给你勇气去追 给你勇气去追 但美姐呢 告诉你不要追价 但不要追价 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卖喷 卖喷 所以卖喷VS追价 究竟你要怎么抉择 你要怎么抉择 美姐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公开跟大家分享 另外呢 我知道你现在手很痒 但是呢苦无标的呀 苦无标的 那哪些个股呢 我认为你必须要避开的 美姐也会跟大家分享 另外呢 在重店族群 昨天押回 今天大部分又押回 但是美姐却是反市场的 跟大家说 压回占多方 美姐有美姐的理由 你继续看下去 今天大盘呢 虽然是再度的震荡 但是你如果都锁定美姐节目的朋友 美姐是不是都跟大家讲 加纯指数3月8号的低点当为一个支撑 没有跌破之前 都是偏多看待 没有跌破之前都是偏多看待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3月8号的低点 全市场只有我这样子跟你讲 你看什么叫专业 3月8号到现在 我在这一天 你很害怕的时候 我就首先跟大家讲 不用怕 不用怕 后面屡创新高 后面屡创新高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它横向震荡 有些人跟你说两万点是支撑 但是呢 有些人在周末还跟你说两万点是地板 那为什么星期二盘中跌破 所以真正的支撑在哪里 真正的支撑在哪里 是不是美姐跟你讲3月8号的低点 我不跟你讲价位 其实你自己看盘软体你查 你就可以查得到了 是不是 真的两万点那么重要吗 美姐一直跟大家讲 两万点有那么重要吗 重点不在于指数在的点位在哪里 重点是你买的个股 有没有赚钱 买的个股能不能够赚钱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买错股票 买到美姐叫你避开的股票 你要承担的是风险 是不是这样子 再来卖喷VS追价 卖喷VS追价 你要怎么抉择 很多人都叫你用追价 但是美姐一直跟大家说 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追高风险高 但是低阶 获利高 那你想想看哦 关于我今天 我直接把股票讲出来啊 卖喷VS追价 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红海在3月25号 今天3月28号 3月25号的重点新闻 说红海股价太便宜 那今天3月28号 又有外资认为红海还不够便宜 又调高 又调高他的目标价 我今天来不及接新闻给大家看 又再继续上调 大家都觉得 还有高点还有高点 在这么热的情况之下 红海当然会喷啊 但是美姐在哪时候跟大家分享 3月14号 那时候外资为什么不调高 为什么今天还要再继续调高 那昨天红海又继续涨了 全职第三接棒演出 我跟大家 是在跟大家分享 压回的时候是机会啊 压回的时候是机会 3月14号哦 我是领先跟大家讲哦 全市场没有人在跟你讲 这两天我知道大家都在跟你讲 他都有红海 他都底部就进场 多少钱都跟你讲了 几年前就跟你讲了 都跟你讲这些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有谁能够拿出证据 有些人哦 空空脆薄机 这台语空脆薄机 只会用讲的 说哪边买哪边买哪边买 证据在哪里 铁镇如山 美姐3月14号 我的节目只有肯定 大家没有磨灵两可的叙述 美姐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子 3月14号我是不是跟大家说 红海压回市买点 3月21号 我跟大家讲 红海还有糕点 那在3月22号节目 我说就算变狐狸 因为刘洋伟他说 他不再是大象 大家都说他是大象会跳舞嘛 但是他说 刘洋伟说 他们红海不再是大象 他反应很快 反应很灵敏 他是一只狐狸 但是你想想看 这么重的全脂骨 就算变成一只狐狸 他急速的喷涨 他大涨多少 四成以上 他也会累啊 所以我讲有没有道理 我跟大家说 不要追 不要追 2317的红海 诶 我跟大家说不要追在这边 结果休息了两天 我昨天我还是跟大家说不要追 狐狸他没有休息 但是他跟季宪的乖离率相差多少 42% 42% 美姐承认 我卖喷 我卖喷 我想全市场 全世界 没有一个分析师 会直接跟你讲说我卖喷 而且我直接不要跟你讲说 我就卖喷洪海 但是我过去的节目 你记不记得我怎么样跟大家讲的 我跟大家讲 我为什么会卖掉红海的理由 而且我是不是领先去布局 我是不是领先去布局 我是赚钱卖喷 我是掌握多少卖喷 而你今天在追价吗 你今天看到外资调高红海目标价 你在追价吗 我只能跟你讲一句 记性乖离42% 今天虽然我卖喷 但是我不后悔 我不需要去骗你 我不需要像别人一样就说 我早就跟你讲了 你看今天创高 我直接公开跟大家讲 我卖喷 我不后悔 但是我会员获利满满 荷包满满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讲 红海他只是休息 他只是休息 只是他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太快喷了 他太快喷了 就是就这样子的 我这边还写的本益比 到现在还不到15倍 纵使今天再创破烂金高 本益比还是不到15倍 他依然是被低估的 但是美姐的操作策略 美姐不会去追嫁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美姐的操作策略 美姐不会去追嫁 我卖喷 但是我不后悔 那你今天去追嫁 你如果今天才去追嫁的朋友 你已经落后我多少% 你心知肚明 我多久前跟大家讲 3月14号 压回的时候跟大家讲 今天我公开跟大家讲 我卖喷 但我不后悔 未来如果有压回 我还是会接 但是长高 没有经过整理 没有经过整理 我认为有风险 我认为有风险 所以我卖喷 我不后悔 公开坦诚 就是我的一个 节目的特色 你看我节目 你每天锁定我节目的朋友 你就知道 我的节目 句句都是实话 句句都是实话 那大同 3月27号 昨天因为他说有卖福荣大楼 福荣大楼有处分利益 但是呢 这个处分利益 预期下半年会认列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是属于业外的 这是属于业外的 如果回归 本业的话 如果回归本业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说去操作 他的本业也是不错 也是我很看好的股票 所以我不会在2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大同了 那3月13号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 我2月2号跟大家讲大同 其实我已经做过几个run 你如果锁定我节目一年以下的朋友 你就知道我掌握多少坡来回做价差 2371的大同 梅姐告诉你 梅姐节目之后肯定大家没有模拟两可的叙述啊 我说创高不追压回低阶才是王道 新的买点在这边 新的买点在这边 我直接跟大家讲铁证如山30号号 结果呢 昨天节目我公开 什么叫做实战 什么叫做 只会用说的 什么叫实战 什么叫幌子 你自己会分辨 昨天我节目我公开 大同 2371的大同 他创了27年新高 27年新高 我走一趟 不过分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他居然还有高点呢 他今天他居然还有高点呢 但重店族群是进入族群内的轮动 今天华城今天中心电视修正 我昨天创27年新高的大同 卖的今天还在涨 但是呢 卖喷我不后悔 我公开的坦诚 卖喷我不后悔 有些人呢 就直接跟你讲别的 卖喷我不后悔 因为台北股市后续有多少主流类股 有后续有多少可以低位阶低阶的个股 我没有必要在这边 去因为新闻追价 你看你多少次因为新闻追价 你吃了闷亏 你以为你今天你抢到鸿海 你以为你今天最高是最高60块 或者是59块以上的大同 你今天会比我好过吗 所以我大大大跟大家讲 我坦诚跟大家讲 我昨天买喷 但是我并不后悔 压回低阶 我还是会找机会的 所以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我刚跟大家讲的 鸿海大同都是我看好的股票 鸿海为什么看好 他的本益比还是偏低 所以他为什么他还能够喷 这叫好股票的特性 大同我也是看好 因为他多题材 又是我看好的 多全方位的一家公司 新能源除能 节电他也有 所以昨天因为电价动奖的这个议题 使了重电族群休息 有些甚至是重挫 那我昨天大同我创27年新高 我卖掉应该 还对得起我会员吧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好股票 为什么我选了股票 我卖掉之后还会再继续喷 这就是好股票特质啊 但是你今天如果追在59块以上的大同的朋友 你老师 加入我Light 跟梅姐分享 你的感受是怎样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的家族成员 我是获利放口袋 我是获利放口袋 所以这是第一阶的优势 那你今天如果追在59块以上的大同 你今天感受你不舒服啊 做股票轻轻松松 不需要不舒服 所以 你看看哦 梅姐虽然卖喷 但是你接着梅姐的后面 在追价的朋友 你是不是又跟在梅姐的后面追价了 如果你永远都跟在梅姐的后面追价 你有没有想过一开始就跟上梅姐的脚步 你今天才在追大同 那当然梅姐没有好到哪里去 梅姐卖喷了 我公开跟大家讲 我卖喷 我卖喷啊 但是你如果一开始跟上我脚步 你买在哪里 你做了几趟大同 你赚了几趟钱 你掌握了多少空间了 我的会员我相信都是理性的 都是理性的 因为我不会带他们去往风险里跑 纵使后面还有高点 我还会找机会介入 但是我的坚持就是 我不追价 我不追价 那另外呢 我为什么一开头跟大家说 我知道你现在 蠢蠢欲动 你想啦 景气连二绿 大家怎样买股信心 创四年新高啊 创四年新高 但是你要买什么股票 梅姐我告诉你 那哪些股票 你看看就好 梅姐还想跟大家 会跟大家分享 什么股票你要小心 高本益比的股票 接下来高本益比的股票 你必须要小心 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鸿海 那本益比都很低 所以为什么梅姐挑的股票 这种是梅姐卖掉 它还在喷 够强吧 就是因为它具有好股票的特质 但是高本益比股的股票 你必须要小心 梅姐的节目 为什么值得你订阅起来 梅姐Light 为什么值得你加起来 就是因为 梅姐风险讲在前面 机会预告在前面 全部都领先预告 事后验证 高本益比股票 像是我3月21号 我跟大家讲 水冷散热 你还在追3320双红吗 这看起来 你如果以技术形态来看 这多头格局啊 这不是买点吗 现在不买怎么办 全市场每个人都在跟你捧双红 这未来多好多好多好 我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我说你看看就好 不要追 你祝福他 就像你现在看的 红海大统一样 但红海大统 他未来还有前景 他未来还有前景 只是 我会找机会在进行去介入 那双红为什么不能追 因为他的本益比太高了 水冷散热商机 他本益比已高达了30倍 30倍 红海纵使今天继续长 但是呢 他本益比不到15倍 还算于偏低哦 还算偏低哦 但是我先获利入带这样子 那三三二四双红 还是一样跟大家讲 看看就好 我是 我呢 我是不会碰 所以呢 你过去 你如果去追价的话 你今天 今天你看他有动吗 对不对 看看就好 因为他位阶比较高 3、21、25还跟你说旗红 看看就好 不会碰 因为也是同样的道理 本益比高到30倍 那时候位阶在这边哦 那你看现在 位阶在这边 位阶在这边跟在这边差多少 所以美姐的分享哦 为什么美姐的YouTube 虽然美姐的节目会异动 时段会异动 你一定要把美姐的节目订阅起来 原因在于 美姐够中肯 我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 感谢大家过去的支持 美姐会提示你风险 美姐会告诉你机会 而且 我不是事后马后炮 我是领先跟大家分享 3017的气候 本益比30倍啊 风险相对高 你在 当你在 想要去掌握到 获利的同时 你必须要留意到风险 我不是景语 念一念就好了 我不是投资景语 念一念就好 我是在节目当中 直接跟你谈到风险的人 你了解吗 这些你要看下去 还有什么你要小心的 你看新闻在追股票吗 折叠机 轴承的概念股 像是富士党 你看哦 你如果看新闻做股票哦 3月7号 新闻发布的时候 你去追你到现在你还没有获利 所以美姐不看新闻做股票 美姐会看新闻 去尤其是总金 或者是未来趋势展望 但是我不去看 个股的那种利多利空消息 去做股票 那这样子你不用来看我节目 你自己看报纸就好了 6805的富士党 我在3月26号节目公开 我跟大家说 避开 避开 美姐结论只有肯定的答案 没有某人两可叙述 是不是这样子 我直接跟大家说 避开是不是铁证如山 那你如果有看美姐节目的朋友 你是不是都避开了 原因我就不再多跟大家讲 再来新日新 3月5号又有利多了 你如果要看新闻去做股票 你看 前天昨天连吞两根跌听板 今天稍稍的 稍稍的指纹 也是收在平凡附近 也是收在平凡附近 那你在新闻发布的时候去追股票 为什么我说双高超度策略 好股票 纵使是好股票 纵使是有题材 你追高就是风险高 低阶才能够获利高 领先布局才能抢得先机 我测标 我很坦诚跟他讲 我测标 我很配得上 有没有领先布局啊 过去 双高超度 我一直跟他讲 好股票 你要低阶 另外你看 主要是因为 电价是不是动涨的一个因素啊 使得重电休息 但是梅姐是不是领先 我在兔年 我在2月26号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跟大家讲 那你如果领先布局 你是不是已经抢得先机了 是不是这样子 我包含了华城中心店大同 你掌握多少了 华城 我跟大家说不要追 3月26号我跟大家说不要追 因为融券还有一千多张 4月3号是融券最后回补日 我说不要追 是不是肯定的答案 结果咧 是不是这样子 我真的跟大家说不要追 他融券 因为他这一波在长什么 嘎空啊 那融券还回补啊 所以昨天 跌停 今天在破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有什么价值 你可以避开这段风险 这段大概20%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节YouTube频道 Q女王的流量 每次都要订阅起来 每一节节目都是领先预告 3月26号我直接领先预告 创告同时我跟大家说不要追 事后我直接可以跟你验证 中心店 我是不是领先布局 这都铁证如山 2月15号的节目 我跟大家说铁证如山的是什么 1513正中心店 你没有人在注意 大家他160 170 180在跟你讲 我120以下都在跟你讲 他压回的时候你不买 你为什么涨到才要去追 我跟大家说震荡后将向上表态 是不是这样子 震荡后 我跟大家讲的 我也就在这边 所以为什么领先布局才能抢的先机 向上表态啊 那昨天 因为 动涨电价物议题 然后呢 他有修正 那你如果说是事后是追价风险在这边 你了解吗 但是对于重电题材 我还是跟大家讲 大雅 这电脑 我说 接下来换他涨 果然是不是 接下来换他涨 你这直接来追吗 他不动了 但是关于电 大同我卖喷 但是我不后悔 重电族群 我跟大家讲 电价短线震荡是正常的 但是重电族群未来的获利来源 不只有涨电价的议题 还有什么 强认电网 跟美国的基建外销 重点在于这里 所以呢 唯有领先布局 才能够抢得先机 如果你永远都跟在美姐后面追价 不管你今天追对追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跟上美姐的脚步 你可以掌握更多 感谢大家对于美姐支持 美姐呢的频道 准备要转换咯 那YT先订阅起来 Q女王流两眉 那如果新频道要咨询的 欢迎你拨打电话进来 022542355 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